国防部首批女性教肇 昨天晚上报道 今天进行第二天的训练课程 在五公里行军过程 演练遭炮击、毒气等应变处置 特别的是为了保障女性肇原隐私 除了有独立的银射和卫浴 银射四周也加装了监控系统 还配置了法圈、玉帽等生活用品 满足女性肇原的需求 东北方、桓出炮鼻车 加上马尾、全副武装 希望赵原以战术行军方式 突然遭遇敌方攻击 指挥官立刻下达命令 迅速带上防毒面具 严任占领地形要点 还有面对敌机、凌空、炮击和毒气 该怎么应对 国军首帝、女性教肇、核定十四人 五天训练课程区分成报道编程 作战计划演练、实战训练、专长复续 等四大项目 虽然训练课程和男性是一致的 不过为了确保女性赵原的安全 像是卫浴和银色空间都特别独立出来 配备也大有不同 玉帽、梳子、法缺 还有全身镜满足女性需求 窗户特别黏上不透明隔板 银色四周 加装监视系统 还有独立出来的盥洗空间 让女性保有隐私 想说重温一下部队的时光 我觉得还是很开心能够参加 这次训练有排的比较 跟以前比起来更满了 这五天之内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不管是男性 或者是我们第一次的女性的官士兵 他们愿意花费时间 重新回到军中来 接受整个教育训练 我想这一点 对于来确保我们国家的安全 国军积极强化后背部队站立 因日渐紧张的台海情势 小心应对 这两配与杨越达的台海报导